纽约时报记者 既知道提出来的问题 比如说维持台海现状 防止中共开战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没有错 然后他说美国应该多做少说 我告诉你 这个是假议题 美国要做还是不做 要说还是不说 是美国人说了算 什么时候美国人去看人家脸色 美国才是真正的老大哥 从来摆出来的 都是老大哥拥有的规格 我举一个例子 六四事件后 有记者去问当时的国务卿 说中共现在 改革派温和派受到压抑 强硬派上来了 那美国要怎么面对 中共的强硬派 国务卿的回答是 真正的强硬派 真正走强硬路线的是我美国 换句话说 你中共的强硬派 还得来看我美国脸色 什么时候是轮到我美国 去看你中共强硬派的脸色 因为你强硬派崛起了 我美国要稍微受戀 配合你一下 岂有此理 再来现在呢 既知道这个意思是说 不要去刺激中共 甚至不要激怒它 对不对 这句话又是假议题 因为美国从来就是在刺激中共 它跟中共会谈的时候 是在警告它 甚至于羞辱它 比如说中共说 如果军机在台北降落 就准备开战 它就这样 它说美国的军舰 如果进入高雄港 就准备开战 美国就派那个军用的海洋 调查船进来 你只要中共敢画红线 美国就踩到 美国一路在刺激中共 到羞辱中共 它不但插掉中共的红线 美国还告诉中共 我画的红线在哪里 你看美国历任共和党政府 民主党政府 它对中共的态度 一贯都是有道理的强硬 有节制的强硬 它强硬的有道理 它会把道理说出来 说今天我为什么要克你关税 因为你贸易失衡 你没有采取应有的对策 美国要求他管制芬太尼 毒品出口 习近平当场答应 然后没做 然后美国就有理由来跟你算账 甚至于拜登跟习近平的高峰会议里面 有一些镜头被揭露出来发现 拜登是在对习近平训话 什么时候他怕中共要少刺激他 没有这种事情 然后中共敢不敢挑战美国的红线 其实不敢 美国整天都来挑战中共的红线 我们都看得到